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影视吃瓜群众涨价 搭档同事笑到看不下去 读者 离开 自从王一博结束热烈而没有入组后 网络上对于他的下一部作品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王一博最近拍的戏显示出他想做大 一直在打磨自己的演技 锻炼身体为角色增减肌肉 他还没有播出 但他会 王一博凭借强劲的票房率先进入长空之王预售 他告诉电影界他的票房多么诱人 如果说互联网要给王一博制造蛋糕 给人气制造影视瓜 那应该是电影书吧 就像报道说 王一博的下一个来源是最好的你 最坏的我 尽管未经证实 粉丝们还是相信他 因为他是一本电影书 有些人不用脑子帮王一博 王一博可能会和白露谈剑次一起出演北上 就算这部剧先是电视剧 所谓的搭档也是荒谬的 如果去掉了王一博 这个阵容的可信度就提高了 下一步是什么 王一博的崇拜者只能在造谣营销号上发表 看过请撤回的评论 这不是王一博的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巨谣 自2019年 王一博成为内鱼圈名人以来 互联网资源蛋糕就跟随着他 并在2021年达到顶峰 很难不怀疑 王一博是不是经常被爆 从陈情令的前八天八夜 到王一博的名字 经常在国内娱乐榜的中下游 似乎大号营销号 从来没有爱过王一博 传乐华娱乐八百营销号 是一句空话 杜华都不愿意为了王一博打黑 还花钱给他做营销号 王一博代言人是谁 北上作者获得矛盾文学奖 按照普通艺术家的说法 这出戏是可以加速的 路人看到这个资源 得知王一博可能出演该剧 一定会感兴趣 这是给王一博的假蛋糕 所以当北上正式宣布演员身份时 他会认为王一博没有参选吗 王一博一行放弃了 先是给王一博做个假蛋糕 让一些人相信 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 官宣又是另外一个人了 王一博靠留粮造人气 却饱受诟病 谁不会被惊呆 王一博虽然有几个内语选项 但演戏不多 粉丝们应该只相信官方公告 其他任何东西都是蹭热度